字幕幫助 你知道這一種就真的很討厭 最謙證的就是這一種 好,來 沒關係,我們繼續往下看 例二的話不是重點 重點是例二旁邊的框框我們要會寫 同學來,我們來看到例二 重點這個框框你還會寫 當兩個根號相乘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有兩種不同的結果 我教你們自己寫看 等一下我會舉例 如果根號A乘上根號B 在壓縮的過程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直接變成根號AB 一個是兩個壓縮會多一個什麼號 負號,看得懂嗎 有這兩種可能 那這兩種可能的話 比較特別的是這一個 這個比較特別 所以把它的條件寫下來 當A小於0怎麼樣 B小於0的時候就會過一個負號 為什麼?我舉個例子 來 如果以前的根號負3乘上根號5 你看喔 這時候會變成根號3I 乘上根號5 等於根號15I 這不用超聽完就好 15I,I放進去變成根號負1 變成根號負15 那這個根號負15 是不是根號負3乘5 是不是可以看回去 變成根號負3乘5 到這裡OK嗎? 到這裡OK嗎? 對齁 可是如果兩個都是負的 不用超聽完就好 根號負3乘上根號負5 會有什麼結果 你看喔 根號負3就是根號3I 根號負5就是根號5I 那這個時候兩個I相乘變成負1 變成負的根號15 那這個負根號15 是可以寫負的根號負3乘以多少負5 負3乘以負5也是15 那你很明顯的就可以從這邊感覺到 當兩項都是負的 壓縮起來會多於什麼號? 負號這OK嗎? 來把這個先寫在旁邊齁 這個寫在旁邊齁 同學我接下來這題我不會講 我只講這兩個條件 可以嗎? 再來根號b分之根號a 有兩個結果 一個叫做根號b分之a 直接除了 第二個是怎麼樣? 會變成b分之a 外面才有什麼號? 負號 可以嗎? 這個上面是其他 這是其他 這個下面的是什麼? 是a大來0 但是b小來0的結果 為什麼這個會不太一樣? 這個會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最主要原因是這樣子 例如說 根號3除以根號負 這時候這個數字會寫成多少? 會寫成 根號3乘上根號5i 同學我們喜不喜歡分母有i 喜不喜歡分母有i 不喜歡分母有i 所以上下會標準化 上下同乘以i 上面變成根號3i 下面變成多少? 根號5i的平方 i的平方 i的平方就是負幾? 負一嗎? 負一提出來 就變成了負的根號 把這個負一提出來 變成負的根號5分之 根號3i 那同學 這個根號5跟根號3 是可以合在一起 i就是根號負一 所以這三項再合起來 就變成負的根號5分之負3 到底有沒有分母 ok嗎? ok喔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項 是不是也會有例外 當a大而0 b小而0的時候 也是我們的例外 把這兩個例外填進去 把這兩個例外的例子 洗下來就好 可以嗎? 就這樣子齁 ok 算什麼? 這還是嗎? 沒有 這個考試的時候 有一些營養 東西要補充 像第一個就是說 你們這個 b群最好要吃 我跟你們說 就是b群對於你們的代謝 或是你們的造型 或是你們的氧氣的社群 都是有相關 所以說 如果你們在考 就是在讀書前 吃個b群 或是早上起來吃個b群 那你們的那個 讀書的效率會不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希望你們自己 可以試試看 好 這個ok了嗎? 這ok了齁 那我就繼續往下囉 來 第三題怎麼做 你給我插掉 那個a小的 b小的 有沒有 上面這個a小的b小的 下面這個a大的b小的 a大的b小的 b小的 你如果要解這個方程式 這個時候 我們z大 是不是叫做a-bi z是不是可以叫做a加bi 可以嗎? 因為這兩個互相共二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兩個位置數怎麼樣 都假設出來才解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去令 z叫做a加bi 這時候我們知道z棒 就是多少 a-bi 可以嗎? 來 開始展開來 2-3i乘上a加bi 再加上3加i乘上a-bi 根據比例 就是-6加起來 加3i 對不對? 可以嗎?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來整理一下幾個事情 首先這裡有2a 再來-3i乘上bi 負負得正 加3b 展開來 -3ai加2bi 後面也展開來 3a-bi乘以i i乘以i i乘以負得正 加b 加a i-3bi 是不是就等於-6加3i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全部的數字分成兩種 一種的有i 一種的沒有i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i的為一國 沒有i的是不是可以為一國 這種題目在數與式之間 也有出現過類似的問題 好 那再來我們有i 每一國 有i一國沒i一國的整理起來 我們就會得到 2a加3a 5a 再來 加4b 再加上-3加-3加-3加-a -3a加-2a -2a 這等於-6加-3b 2b加-3b -b i 這等於-6加-3i 那我們就可以連例了 知道 5a加4b 等於-6 -2a-b 等於-3 那你們再連例解釋 就可以得到答案 OK嗎? 這個OK齁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個並不是很難 可以嗎? 可以嗎? 這種有理素一國 無理素一國 是在以前數與式出現 那這時候是十數一國怎麼樣 十數一國 有i的一國 這種問題又會重複地出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例式 這例三只是假設以後 然後分別去連例就好 你不一定需要把它全部解完 我覺得這個比較輕鬆 好 等一下來講歷史囉 等一下來講歷史囉 歷史說什麼東西 我們設A為十數 注意A為十數 而且方程式 x平方加a加2i x 加3a加4i 90根 題目要去選用 a跟方程式的兩根 他是一個二次式 他是一個二次式 來 那這個時候 題目要去選用 如果講有十根,存在的十根 可能這裡是不是有i,對不對 代表十根假設都是k帶進去的時候 我們的i是不是可以全部都消掉 我們的時數也可以全部都消掉 可以嗎?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呢,如果題目是這樣講 有十根,我就會均勵 這個十根 假設叫做貝塔 這個十根就是貝塔 那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代進去以後,貝塔平方加上a加2i的貝塔 再加3a加上4i 是不是一定反號會成立 因為假設這個十根就是貝塔 聽得懂嗎? 那接下來你會發現這裡的數字會怎麼樣 分成兩種,一種是有i的一種是怎麼樣 沒有i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有i的放在一國 沒有i的放在一國討論 來,開始放囉 那我們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2i貝塔跟4i可以放在一起 貝塔平方加上a乘以貝塔 加3a會放在一邊 2i加4i把i提出來 2貝塔加4個i 是不是也放在一邊 等號會成立 可以嗎? 好,那同學我問你喔 一個數字分成十負跟什麼負 虛負 可以嗎? 如果題目說 這個式子最後算出來等於0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就代表這個十數的部分要等於0 等於0 虛數的部分要等於0 所以貝塔是不是可以算 那貝塔算完了 我告訴你們 alpha是不是也可以求 可以嗎? 好,講錯 貝塔算完了 a也可以求 所以先把a算出來 跟貝塔算出來 然後最後再把兩分算出來 第一個 我們很清楚就是2貝塔加4等於0 那這個時候代表這個貝塔 這個a極負極負2可以嗎?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 代入前式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負2帶進去 變成負2的平方 減掉2a加3a 也要等於0 所以很明顯的a等於0 a等於4 這個還好 這個不算超難 不算頂 比較難想的 請問你 那個負數可以要怎麼求 那個係數 對,要給我係數 要打嗎? 好 不是 不是 這一種說會有公和區別嗎? 不會有公和區別嗎? 不會有公和區別 好問題 來 同學 有人說這一題會不會有公和區別 會不會有? 答案是不會 為什麼? 十係數才會有公和區別 這個係數是什麼係數? 這是一個負係數的式子 懂我意思嗎? 它這個負係數的式子 不可能有公和區別 什麼時候會有公和區別呢? 來看這邊 像這個x平方加x加1 是不是十係數方整式 等於0 那這個x加2a 分之負1 加減根 1 減3 這個才是公和區別 懂我意思嗎? 這個東西叫做公和區別 可以嗎? 一個是加3i5 減3 可以嗎? 公和區別會在十係數方整式裡面出現 可以得懂嗎? 就這樣子 好 那第三個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求方整式的兩根 那如果要求兩根的話 就必須去想想看 我們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那我們這裡沒有辦法用公式解 公式解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 如果有一個根了 我們就可以利用根與係數 把另一個根找出來 因為這些係數 是不是現在被我們確定了? 我們知道這個a就是負4 是不是就可以帶進去 所以我們就知道 在這裡可以使用兩根和 等於a分之負B 或者是α先以β 等於a分之c 來處理 可以嗎? 這兩個都可以用 那我會用哪一個? 我會用下面這個 其實上面也可以用 我先跟你們講 你看好 我們是不是已經知道這個一個根就是負了 對不對? 可以嗎? 我們剛剛求出來了 其中一個實根 叫做負2 所以利用α乘以β 等於a分之c 其中的一個負數根 乘上負2 根據共2係數 會等於a分之c 等於1分之3a加4i 那這個a是幾? a是負4嘛 所以說 我們就可以寫了 α乘以負2 就會等於1分之負12加4i 把負2除掉 是不是就有結果了? 所以α就變成6-2i 這個題目在計算上比較複雜 那我希望你們記得這個 兩根正合的這個a分之負B 兩根的機制 a分之c 還會再重複再講一次 所以不用擔心 這裡會有問題 這個會重複重複再講 好 這OK嗎? 你們絕對不會把這個式子拿來解方成主 絕對不會拿來解公式解 因為公式解根號裡面有i 非常難處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你如果要去找這個 找這個其中的另外兩個根 通常都是用根與係數去找 或者你如果比較強 可以用因式分解找 好不好? 因式分解其實也可以 好的 這個複數就講到這邊 後面都是作業齁 我們來直接勾吧 來 這個D題寫一下 因為我加減除沒有寫 來 這個D題 這個D題 我們寫一下第三小題 好 來 直接馬上寫第三小題 Z1除以Z2 也就是要2-3i 2-3i 去除以什麼? 4加3i 那你要怎麼算? 同學 在我們計算的規則裡面 我們很討厭看到分母出現有i的 分母盡量比較有i 所以怎麼做? 這時候會上下同乘語 原本這分母這裡是4-3i 為了使它怎麼樣? 為了使這個i被消掉 我們同時上下同乘語 分母的共二負數 4-3i 來 因為如果降成a加b等乘上a-b 就得a-b a-b a-b 這時候i平方就變成-1 所以分母 你們去算一下變成4的平方 可以嗎? 再來怎麼樣? 減掉3i的平方 16負負得證加9 分母算才算是25 所以分母是25 那上面 24的8 負負得證 可以嗎? 加9-12i 再減6i 再減6i 所以整理完就會是我們的答案 可以嗎? 8-9 對不起 我這邊比悟了 負負得證 i平方才-1-8-9-12i-6i 所以算起來就叫做25分之-1-18i OK 這個題目稍微寫一下 其他兩題也寫一下 然後再來看一下作業的 呃 第 第二題 第二題寫一下 再來第四題寫一下 不是 第五題寫一下 第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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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第六題 第七題 第九題 好嘞 現在幾分 現在幾分 蛤 蛤 49 49 我把這個K與係數的公式 全部講完就給你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來 首先我們在討論方程式的K與係數的時候 第一個 基本的性質 跟 就是用來帶進去的 通常跟帶進去等號就會成立 聽得懂嗎? 那我們在計算分析的習慣 會先令一邊位於零 如果二次方程式有根 這時候 第一個 Aα平方 加上Bα 加C 會等於零嗎? 可以嗎? 三次方程式有根 就是 Aα三方 加Bα平方 加Cα 加珠 會等於零 這個OK齁 好 接下來 二次的跟係係數的討論 第一個 如果 如果Ax平方 加Bx加C 有兩根α 貝法 這時候呢 前面的A是把它劃掉的 我們可以把一個式子寫成 x'α 乘上x'貝法 等於零 等於零 有根就有因式 有因式 有因式就有根 可以嗎? OK 接下來 兩根的核 叫做A分之 負B 兩根的G 叫做A分之C 這時候還有一件事情 幫我註明 這前面寫一次的核 這個寫二次核 至於這個東西為什麼發生 我今天要暫寫的講在這裡 你們不用抄這個齁 我們知道 Ax平方 加Bx 加C的A0 有兩根就是α跟β 那這個時候把A除掉 S平方 加上A分之Bx 加上A分之C的A0 可以寫成 H'α 乘上 H'貝法 如果說我老媽 錯媽媽 我不知道是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